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封之以献意 功劳小的 也赐之以尊爵 在刑赏未尽的过程中 周湘王因其帝代之难逃奔到郑国 来向晋国告急 晋国内乱使平 本欲出兵协助 又恐产生其他祸乱 故犒赏跟随出奔的贤士 竟遗忘了戒子推 推不向文公要求绝路 所以也没有任何绝路加值 推说 文公有九个儿子 只有君王还在 惠公 怀公 无人亲父 国内外都离弃他 上天尚未断绝晋国的恩诚 晋国必将有主 主持晋国者 除了成儿以外 还有谁呢 这都是上天的启示 那些跟从者却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岂不是欺骗吗 偷人的财物还称之为道 何况以贪求上天的功劳为自己的力量呢 在下的臣子虚报功劳 在上的君王却赏赐这些奸人 上下护妻实在很难与他们共处 推的母亲说 何不也向他要求一些赏赐呢 如果就这样白白的死了 还要怨谁 推又说 明知是错 还要仿效 罪过更加深正 何况出口怨言呢 我决定不依靠他的绝路 母亲说 既然如此 也让他知道真相如何 推回答说 言语是一个人身体的外表修饰 脸身都想归隐了 那还用得着文士呢 如果在文士等于是希求显达了 母亲又说 哎 若能如此 我就和你一腾归隐吧 于是 母子同时隐匿 到死都不再显现 戒子推的从者 可怜他这种行为 即在宫门外悬挂一幅字 内容是 龙响冬天 五蛇助他 龙上云霄 四蛇各得其语 一蛇自愿 争不得处所 文公出门看见此书 即说 这一定是指的戒子推了 我正为王氏忧虑 竟忘了他的行赏 派人去找 却已离去 到处寻找 听说已顿入棉上山中 于是 文公以环绕着棉上山中的土地 封给戒子推 号称为戒山 并说 以此记载我的阔施 并且表彰善人吧 跟随成儿出王的建臣胡叔说 君王三次行赏 都没有我的份 斗胆前来请罪 文公回答说 凡是以仁义教导我 以恩德防止我的过错 这种受最高的赏赐 在出王时 以善行辅导我 使我终于成功的 这种人受刺一等的赏赐 如在战阵冒着弓箭炮火的袭击 立下汉马功劳 这种人再受刺一等的赏赐 如仅以劳力侍奉我 无补于我的过失者 这种人受更刺一等的赏赐 等到三次行赏以后就轮到你了 靖人听到这事 皆大欢喜 二年春 秦国军队开入晋国和尚之地 将迎周天子回国 赵衰说 如欲称霸诸侯 莫如迎回天子 尊正周氏 周晋同性 晋国如不先迎周王回国 秦军随后将迎 如此既无以号令天下 如此尊王证任 正好是晋国的大好机会啊 三月假辰 晋国派兵到周的杨凡义 将乡王迎入家乡 四月杀乡王帝戴 周乡王以河内杨凡之地赏赐给晋侯 四年 楚城王与诸侯围住宋国 送公孙固到晋国来求救 仙真说 报答宋国赠马之师 已定霸权 正是大好时机 胡言说 出国才与曹国定交 又与魏国始婚 如果我们派兵去攻打曹魏 楚兵一定前往救援 则宋国或可免除兵载 于是晋国开始建立三军 赵衰提拔戏胡为征军元帅 戏真为父 使胡言率领上军 胡毛为父 赵衰自己备命为亲 鸾之率领下军 先枕为父 巡邻赴驾驭公车 魏翠为车右 开赴前线 东十二月 晋兵顺流而下 置于山东 并以原地 与原地风雨赵衰 五年春 晋文公欲攻打曹国 向魏国借路 魏人不答应 只得迂回从河南渡水 迁洗曹国 攻打魏国 正月 取得五路 二月 晋侯其侯在魏国的 连鱼定立盟约 魏侯情与晋交盟 晋人不答应 魏侯又打算与楚人联合 国人却不愿意 因此将其军 遣出国都 以求晋人谅解 魏侯出居于香牛 公子买戍首 储君前来 原旧魏国 却来不及了 晋侯围困曹国 三月秉武 晋军进入曹都 立则其不用贤大福 西腹姬之言 而用美女与小人 至重宣者 达三百人之多 出令军中 不得攻打西腹姬宗族 以报答当年的恩德 储君 围攻宋国 宋乃向晋国告急 文公如想救宋 则必须攻楚 而楚国对他 也从有恩德 不拟枉伐 一方面 很想救宋国 因宋 从对他有恩 进退两难 不知如何是好 仙真说 将曹伯逮捕 并分曹魏之地 与宋国 储君如欲拯救曹魏 就秦始看 必定会解脱 为胜之急 于是 文公听从其计 而楚城王 即引兵回归 楚将紫玉说 君王对晋侯 真是极为厚道 如今 明知楚国 急于拉拢曹魏 却故意地攻打他们 简直就是 清世君王 楚王说 静侯在外流亡 十九年 困恶的时间很久 如今得以回国 真是备偿患难 故能使令其名 这是上天所要开导的 谁也阻止不了他了 紫玉又要求说 虽不敢说 此行动一定成功 但愿意行动 来阻止国内 某些禁谗言的口舌 楚王非常生气 稍稍拨给他一些军队 于是 紫玉急派晚春 去通知晋侯 请他恢复 魏侯的王位 并封曹君 则楚臣 也愿释放 宋国之位 旧范说 那紫玉真是无礼 我君只取其一 楚臣却要求其二 不可答应他 仙真说 臣服他国乃是一种合理的措施 楚人一言而安定 魏曹宋三国 却由你的一句话而失去和平 这是我国无礼的行为 不答应楚人的要求 等于就是弃绝宋国 不如暗征答应曹魏来引诱楚国 逮捕晚春 以激怒楚国 等两国交战之后 再做打算吧 晋侯 于是在魏国将晚春逮捕 并私下答应恢复曹魏 曹魏给予宋国断绝邦交 楚将得臣子欲十分愤怒 即率师攻打禁军 禁军向后退避 军士们说 为什么要退呢 文公说 以前我流亡在楚国时 曾答应他们后退九十里 如今怎可违约呢 储君见状也想离去 得臣不肯 四月 悟臣 宋公骑将 秦将 与晋侯 君赐 山登成土 以四 与储君交战 储君败 得臣收拾残兵离去 甲午 晋军回到恒英 并为周湘王做公于建土 以前 郑国曾帮助楚人 楚国战败后 郑国畏惧晋国的威势 即派使者向晋侯请求定盟 晋侯乃与郑伯蒙 五月丁位 晋侯向天子奉献楚求 披甲四马 共有百成 步兵千人 天子派大夫王子虎 侧命晋侯为诸侯霸王 并赏赐大车 赤宫一个 赤使百知 黑公十之 黑使千之 黑鼠香酒 亦有 归在玉器 及虎奔之时 三百人 敬侯三辞 然后叩首接受 周王做敬文侯命 王如是说 伯父以义和诸侯不为光耀文武之道 且能甚显其明德 明灯于天 广闻于正 是故上帝 上帝集成天命 得留子孙 当忧念我身 则我一人可长安王位 于是 晋文公 即称霸于诸侯 奎汉 王子虎 与诸侯 蒙于建土王庭 晋军焚烧储君 大火数日不停 文公叹息 左右的臣子说 战胜楚国 而君王游子游探 究竟为何 文公说 我听说 能战胜敌人 由自以为安的 只有圣人 因此心中恐惧 而且楚将子游 扔在 怎可存喜性之心呢 子游战败而回 楚成王 恨他不听命令 贪图与尽作战之力 及大家责备 子游自杀 晋文公说 我及其外 楚有诸与其内 内外互应啊 于是才有喜色 六月 晋人迎回魏侯 人武 晋侯渡河 向北回到国内 急行风上 狐眼得手工 有人不平地说 成仆之意 是仙人的谋略啊 文公说 成仆之意 胡言 劝我不要失信 仙人说 应兵 仙人说 用兵 以战胜为上 我应此意 而战胜 但这不过 是一时的善言 严所说的 却是千秋万世的工业 怎可以一时的利益 而超过万世的工业呢 因此 以胡言 居守宫 冬天 晋侯 惠诸侯 于温成 本玉率领诸侯 朝见周王 但力量不够 又恐其中有反叛者 几派人 请周湘王 寻寿和阳 人声 率诸侯 朝王与建徒 孔子读史书 读到文公时说 诸侯不可以 以朝周王来建 周王寻寻 和阳的这个记载 是春秋 故意 为延祺飞罢了 丁筹 丁筹 诸侯为许 曹伯之臣 又劝靖侯的说 齐桓公 会和诸侯 而扶持 异性之国 现在君王 会及诸侯 却除去腾性 曹国 是 书震夺的后代 晋国 是 唐书的后代 会和诸侯 而灭亡 兄弟 是极不合理的事啊 靖侯听了 颇以为然 即恢复曹伯之旧风 晋国此时 开始建立三军 巡灵父 率领中军 仙狐 率领右军 仙灭 率领左军